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明天不出意外的话 在稍微复习一下 就可以学第十一和第十二了 而且第十一、十二 好像有一试是学过的 也是单编 那其实可能就只有一试 是比较新鲜的 好 来说一说今天的收获 早上的话是 不是 是整理了一个视频 B站的 不是B站 那个油管那边的一个 现代希腊语的视频 我把它文字版 这个发了下来 然后发在了我的微信公众号上 后来我还把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是推到了一个现代希伯来语 一个现代希腊语学习群里面去 结果没想到群主好像对我意见还挺大 我的想法就是 如果你觉得里面有错误 你可以以一个合理合情合适的方式 跟我指证 我哪里打错了 我哪里这个欢迎的不对 你都会跟我说呢 不需要一上来就摆出一副要怼人的架势吧 而且群主其实应该是一个合级很大的人才对 她毕竟是所谓的大使夫人 她的丈夫以前是祝华大使来的 就是希腊祝华大使 她是希腊祝华大使的夫人 或者前大使夫人 她应该来说都不需要跟我这些深斗小民 怎么怎么样 她应该站得比我高多了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挺奇怪的 就是论姓嘛 对吧 哪里做的不对 你也跟我说 或者你说这个群不欢迎我发这个东西 你也可以直接跟我说以后 从不欢迎我发这个东西 没必要阴阳怪气 也许是夫人最近这段时间也遇上了不顺了 但是她都已经是退出战斗虚劣的人了 我实在想得出来 还有什么东西能让她那么的破防啊 好 这是上午的事 现在希腊祝 然后下午的话就是去书店那边 我现在不是每天都往书店跑了 之前是往书店去的很轻快 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得保持一个去那边的好习惯 毕竟书店里面的资源是非常多的 就是你在里面永远能找得到一些 你觉得可以立刻学来马上就会用的玩意儿 比方说我今天的话 看了一下书店里面所有关于德语的东西 有两本是属于那种比较无脑的这种入门书 其中有一本呢 又是那种所谓拿中文字拼德语发音的那种近似发音的那种版本 其实我相信那些句子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东西能学到的很少认识 基本上学不到什么东西 最多就是有了一些表达法的笔记和本子 又没有任何说明 而另外一本呢是也算是类似的东西 不过它是在说明的 这个还稍微用了点心思 但是另外一本它的编写我觉得也比较的太省 太省了太省力了 没有下写心思 比方说它的朗读 它是配了朗读的 它朗读的话 也许德文的朗读还可以 但是很明显它的中文部分 它还会有一些串词嘛 中文部分的朗读 这明显是个台湾味道的朗读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仿制工业出版说 它这个东西会是一个台湾团队 或者一个台湾妹妹的做个读音 这挺奇怪的 就包括它谈到的这种单字 是吧 单词 那么它读作的是单字 就是台湾的原文法 这显然就跟它书本上的原文就合不上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做的都给人感觉就是粗糙 毛毛糙糙 上下赚钱 就这个意思 所以里面真正用心的或者说最值得收藏的 还是那一本实用语法 德语实用语法 但是那个当工具书可以 平时还是得多阅读 还是得靠分分分分分的一些德语的材料 名段对话 来养着自己这个语言的本事 光看那本书是不够的 而且那本书作为这种语法书 它其实也功能有限 这是德语这边 那这段时间的话 德语的下一课的讲义 还得快把嘉宾的往前赶才行 我说过了周一的话是非常非常忙的一天 我不认为周日还有时间来忙活这个 而周一的话一大早就要开始了 所以你周一也不太可能有时间 还要在周一上课之前再来改一改 所以必须几乎可以说得在平时把它弄完 这也是好事 东西要努力在平时 你都尽量建议学生功夫用在平时 你自己动不动就搞急抓 所以说是否有点太言行不移了 然后是另外的东西的阅读 我说了书店永远是一个大宝藏 你永远能找到 可能马上能够转换为可以用一用的东西 比如说我又发现了一个我觉得可能可以读的动物的玩意儿 就是关于元宇宙的东西 有一本开了封的是元宇宙经济学 但这个我看了一下我觉得未同交了 算了 而另外一本看着更厚实的元宇宙与经济 我倒是觉得这本可能还能读得下去 除此以外 还有一本是叫做一本书读懂新基建 新基础建设 我也蛮感兴趣什么是新基础建设 新能源 然后充电桩 5G网络 可能比较难得的是 这本书对这些东西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介绍 不是只是给你带一个大概的 每个技术下面都有一堆的东西 虽然说可能有点细节过多 看着也有点脑子大 但至少每天读一点吧 也算是葫芦村早的也许对这些东西会有一个大概的印象 但是说我说的其实可读的东西还有很多 除了这些语言课以外 应该每天还会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 你应该去思索 应该去尝试 另外一点我觉得必须要说的就是昨天的股市那边 美股 美股 昨天我的那个股票已经来了暴涨 也就是特斯拉 一口气 涨了14% 差不多 20美元左右 21美元好像是 要知道 这之前我亏了大概有300美元的样子 总股本的话是3000美金 但是 我至少在前天我的账面上只有2700 一十几好像是 我接着去看已经变成2980了 换句话说几乎全活的了 就这一下 就这一下 希望逐渐的能够 其稳为生 我不需要他长得很猛 我只希望他慢慢慢慢的往上走 我希望能够在其中有所斩破 同时其实也是可能我身边的一些 暂时还没有介入 但是他们这些东西也会保持一定关注的朋友们的分享标 兴许以后他还想要进入的时候 我还能从中还赚个什么介绍费之类的 好吧 那就先说到那么多 我得去准备这晚上的课 还有五分钟时间就得上课了 明天的话还是老时间 下午的可能五点来钟带着各位到海边去转转 明天咱们再学两世太极拳吧 好明天见拜拜